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赶紧说 说完了咱们还得登记去呢 我觉得吧 咱俩这个婚能不能先别结了 不结婚了 你这是尊都家都啊 尊都啊 这 这 为什么不结婚了呢 你这 你还没玩够 我多大了 我还没玩够 那她是谁啊 除了你以外 我没有喜欢过别的女孩 那你有病 你有病 咱俩不是一起去那个婚检拿的报告吗 那 你为什么不想跟我结婚了 我坦白了 我跟你在一起过吧 我觉得不痛快 压抑不舒服 不是 咱们以前不是都好好的呢吗 你怎么突然你就不想结婚了 我 我跟你在一起 你说咱俩每天的 你也不做饭 我也不做饭 每天吃土豆 今天吃烤土豆 明天吃炸土豆 后天吃土豆条 你说我都快吃成土豆脑袋了 我一闭眼我就能想到未来十年的生活 真的过不下去了 不是 就算是真多 可是我也没有嫌弃你以前是个土豆脑袋了呀 你就不能跟我结婚了 那你说咱俩将来谁做饭 一起做呀 以前怎么样 以后还怎么样 一起做 你开什么玩笑 你上次给我摊了个煎饼 是 这边有一个新型的图案 可是一翻过来后面都糊了 你还非逼着我吃 牙都黑了 是啊 你是牙黑了呀 但你只是牙黑了 你上次给我做那烤牙 你把烤箱都给点了 我人都给炸黑了 不知道因为我在家里炼丹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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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做那醋溜鱼呢 那鱼搁在那 我那一筷子下去鱼肉都没夹着 蹭一下 那一筷子全是鱼鳞 我密集恐惧症都犯了 我要不吃 还代表不爱你 那 好 你说你爱我是吧 那你给我做那个酒转大肠 那味 那小味它蹭一下就上来了 我问你 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 我确实是有一点故意 但是我去掉了大部分的腥味 我保留了大肠的原味 这才叫原汁原味 大家都听到了啊 这日子能过得下去吗 行 我看今天这个章啊 咱也别盖了 你好好想想清楚 想清楚之后 你再来找我吧 我俩都是北京小孩 就从小吧 就爱吃一些北京方面的菜 但是 我俩谁也不会做 所以呢 今天呢 求助我们现场的四位大师 能不能教我们几道 久吃不腻 容易上手的北京美食 拯救我们两个的胃 还有我们的爱情 还是偏向这个节目 我觉得含血都不用看了 那是一对 矛盾的点转到了美食上面 但其实在北京里面有很多北京的好吃的 像铜锅涮肉啊 烤鸭啊 炉猪火烧啊 豆汁啊 很多很多地道的北京的小吃 名吃 但是呢 对于我来讲呢 其实确实是有一些困惑啊 能不能让咱们的这个大厨 给我们一些能够久吃不腻好做的这种北京美食 陈哥今天带来的是家乡美食的提案 家乡美食 对 我觉得不管吃到多好吃的东西 最终你还是会觉得家里的那个味道是最好吃的 对 就比如说经常去外面拍戏 然后一回去北京就会先去买一个什么炉猪火烧 然后打包带回家 那还有什么是你觉得永远吃不腻的好吃的 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吃老北京一种烹饪方式的红烧带鱼 带鱼冻在那个大冰沓里面 然后慢慢地就开一点点水 然后把它化开 化开之后就是炸完了再炖 就是老北京的那种口味的 就是老北京的那种口味的